暂时堆放在步道上 这一袋袋的垃圾里头装的 就是从生态池擒出来的垃圾杂物 枯叶枯枝 算算78公斤的袋子就装了十几二十袋 这一天才刚清完前面森林去了大树 接着志工们又发现生态池杂物淤积 所以又自发性的要清理 跟里长说一声之后 两人一组要将生态池擒干净 就这么顶着大太阳穿着青蛙装 擒了一整天 一天下来真的累 但做得很开心 这个朋友中说我们来整理这个好 他说好啊 后来中说哇 这个母亲说哇 这么痛啊 那时候的问题 我说这个地方就是要有一个要穿青蛙装下去 青蛙装就是像说 半边的椅子 一个在上面 还遇到现在夏天 那个青蛙装穿起来真的是太累了 太太太太太热了 他到上面那天也说 我会很累 我怎么说他用整条 搬炒口炒底炒 还要拿底那底 哇 跌跌说二十一跌 我们这么多 还要帮他出去 今天几天都坐在这里 跟我们的女生人两个 照顿就好做了 然后 日头到处都很累 就看在这里 比较脏乱 就是说 行行好 就来两个 换来 就来 稻草 橱草啊 这边都有一个蝴蝶蜜蜥蜈蚣 没怎么看 所以今天就把旁边的杂草 用手蜂子的 折到整起来 生日子的 也有手机啦 还有杂草 成了 所以人们都在进行清化妆 都稳了再做 然后再做 主要是因为这一代种了不少 适合蝴蝶栖息的蜜原植物 不适合用极具除草 所以得靠人工 而一直以来里面环境 都是由志工 里长还有居民一起维护 前阵子用强力水助帮基隆河提防洗澡 还有会呼吸的道路孔也都清一清等等 志工说自己的社区自己维护很有成就感 现在又有很多人来这边造联华娃娃 说一句 哦 您这边很漂亮 这样就跟我们说 心里长很舒服 我说很高兴 越做就越不难 要做的时候 通常也是一步一步来 开始到那个提防边 富士岛到上面那里 我做了 森林区里面因为那路虎很多 夏天怕说万人人的分岔灯楼 会收起来 所以把森林区里面的套 去找个房子 利用这一周是 志工出来的时候 不然去找个房子不死了 你得 从五月份起 在志工们分工合作下 已经陆续完成了提防 会呼吸的道路冲洗 以及整理大树修剪等等 最近荷花盛开 志工们嫌不下来 也将生态池再清理 维护环境自己来 让居住环境越来越美 这场惠林戏指采访报道